去年8月海端乡红石部落族人 发现一只误触套索陷阱的台湾黑熊受困在树上 林业署获报后也立即到场抢救 经过7个月的专业医疗照样 伤口复原情况良好 评估健康无余 部落族人也特别为黑熊取名为蓝虎 近日也顺利将黑熊野放重返山林 蓝虎 蓝虎 赢了 林业署台东分署表示 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计划 目前已和10个山区部落 100位巡守员合作进行黑熊保育 同时也结合部落自主狩猎管理 使用改良式列具 降低误补黑熊的情形 在尊重原住民传统文化的一个 狩猎文化的前提之下 也希望说他们能够将 所使用的钓鲁狩猎 改换成改良式列具 然后也避免去捕捉到 非目标的这些野生动物 台东分署强调 去年台湾黑熊生态服务给付计划 已经发出46万元的奖励金 也呼吁更多部落能加入 一起保育濒临绝种的台湾黑熊 原事先我们驾到台湾台东市场报道